北韩军方核心实权人物向韩国和美国发出威胁说 若企图对北韩使用武力将付出沉重代价 北韩方面还提起使用核武的可能性 韩美联合空中演习警戒风暴开始举行后 北韩暗示将进行追加挑衅加剧了紧张气氛 2日凌晨 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天发表谈话称 若美国和韩国企图对北韩使用武力将付出沉重代价 朴正天还提及韩美联合空中演习警戒风暴 称该演习是瞄准北韩的侵略演习 是非常无聊的征兆 朴正天尤其强调 若韩美企图对北韩动武 北韩将立即使用特殊武力手段 并称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警告 北韩的表态被解读为或将使用核武 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北韩人民军最高决策机构 委员长为金正恩 而朴正天是其金正恩之后高居第二位的北韩军队核心人物 此前 北韩外务省也针对警戒风暴演习发表谈话 北韩外务省表示 如果美国企图使用武力 美国也要做好付出同等代价的准备 若美国持续挑衅 北韩将考虑采取更进一步的下一阶段措施 暗示武力挑衅的可能性